资质通鉴卷第四 周济四 南王中 十八年 楚怀王王归 秦人觉知 遮楚道 怀王从鉴道走赵 赵主妇在待 赵人不敢受 怀王将走位 秦人追及之 已归 鲁平公轰 子民公贾利 十九年 楚怀王发病轰于秦 秦人归其丧 楚人接连之 如悲亲戚 诸侯犹是不值秦 齐寒未诏宋 同击秦 致严氏而还 秦与寒五岁 与魏封灵已和 赵主妇行新帝 岁初代 西域楼凡王于西河而制其兵 魏湘王轰 子昭王力 韩湘王轰 子西王旧力 二十年 秦未措 乏未相成 赵主妇与其燕共灭中山 千其王于夫施 归 行赏 大赦 至久 蒲五日 赵主妇封其长子张于代 号约安阳君 安阳君肃耻 心不服其地 主父使田部里向之 李队为肥义约 公子张强壮而至交 党众而欲大 田部里忍杀而交 二人相得 必有阴谋 福小人有欲 清律浅谋 图见其利 不顾其害 难必不久矣 子任重而势大 乱之所使而祸之所及也 子何不称极无出 而传证于公子成 无为祸梯 不亦可乎 肥义约 悉者嘱咐以王主义也 约 无辩耳度 无义耳虑 坚守一心 以莫耳世 以再败寿命而极致 今为不理之难而忘无极 便熟大言 宴曰 死者复生 生者不愧 无欲权无言 安得权无身护 子则有刺而忠我已 虽然无言已在前已 忠不敢施 李队曰 诺子免之已 无见子已今年耳 替气而出 李队硕见公子成 以败填布里 肥义未信七曰 公子张与田布里 生善而食恶 内得主而外为报 缴令以善一旦之命 不难为也 今无忧之 亦而妄媚 积而妄食 到出入不可以不备 自今以来 有赵王者必见无面 我将已身先知 无故而后亡可入也 信七曰 善 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 见其长子磊然也 凡北面为尘 屈于其地 心连之 于是乃欲分赵而望公子张与待 即未绝而措 主父及王由沙丘 义公 公子张田布里 以企图作乱 诈以主父令赵王 肥义先入 杀之 高信及予王战 公子张与李队自国志 乃起四亿之兵入巨难 杀公子张及田布里 灭其党 公子成为相 昊安平军 李队为司寇 事实惠文王少 成队专政 公子张之败也 王走主父 主父开之 成队因为主父 公子张死 成队谋曰 以张固为主父 即解兵无数仪矣 乃遂为之 令 宫中人 宫中人后出者疑 宫中人息出 主父欲出不得 又不得食 坦却寇而食之 三月余 饿死沙丘宫 主父定死 乃发丧父诸侯 主父 妇广初以长子张为太子 厚得 吴娃爱之 为不出者 数岁 生子河 乃肺太子张而立之 吴娃死 爱持 怜顾太子欲两望之 犹豫畏绝 故乱起 秦楼环免相 未染待之 二十一年 秦拜卫师于谢 二十二年 韩公孙喜为人伐秦 然后见左庚白起于秦王 以待相授将兵 拜卫师韩师于依阙 斩首二十四万级 鲁公孙喜 拔五成 秦王以白起为国位 秦王为楚王书曰 楚贝秦 秦且率诸侯法楚 愿王之赤士族得以乐战 楚王换之 乃父与秦和亲 二十三年 楚乡王迎赴于秦 陈光曰 慎在秦之无道也 杀其父而劫其子 楚之不敬也 忍其父而昏其仇 乌护 楚之郡承得其道 臣承得其仁 秦虽强 乌得灵之哉 善护寻清论之悦 福道 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 不善用之则处六千里而为仇人意 古人主不悟得道而广有其事 是其所以威也 秦魏冉谢并绵 以克经竹寿为丞相 二十四年 秦法汉拔冤 秦竹寿绵 魏冉父为丞相 封于攘于陶 魏之攘侯 又封公子氏于冤 公子窥于邓 二十五年 魏入河东地四百里 寒入五岁地二百里于秦 魏芒毛时以诈见重 二十六年 秦大梁造百起克清措乏位 致旨取成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 东十月 秦王称西帝 秦始立齐王为东帝 预约与共伐赵 苏代自焉来 齐王曰 秦始未染至地 子已为何如 对曰 愿王受之而勿称也 秦称之天下安之 王乃称之 吾厚也 秦称之天下勿之 王因勿称已收天下 此大资也 且伐赵赵 属与伐杰颂利 今王不如是地已收天下之望 伐兵已伐杰颂 宋举则处赵良位皆聚矣 是我以明尊秦而令天下增之 所谓以卑为尊也 秦王从之 秦王从之 秦第二日而复归之 十二月 吕吕自其入秦 秦王意去地 复称王 秦公赵 拔渡阳 二十八年 秦公赵 拔新园屈阳 二十九年 秦司马措积魏河内 魏献安逸已和 秦出其人归之位 秦拜韩诗于下山 宋有雀生瞻于城之邹 始瞻之曰 即 小而生聚必罢天下 宋康王喜 其兵灭藤 拔削 东拜其 取武城 南拜楚 取地三百里 西拜魏军 与其魏为敌国 乃欲自信其霸 欲罢之集成 故 涉天吃地 斩涉济而焚灭之 以示威服鬼神 为常夜之隐于世中 世中人呼万岁 则堂上之人应之 堂下之人又应之 门外之人又应之 以至于国中 无敢不呼万岁者 天下之人 天下之人 为之结诵 秦敏王起兵伐之 民散 成不守 宋王奔魏 死于温 三十年 秦王慧楚王于渊 慧赵王于中阳 秦蒙武积齐 八九成 秦敏王既灭诵而焚 乃南亲楚 西亲三尽 与并二洲为天子 胡选正义 着之谈曲 臣举直言 杀之东驴 燕昭王日夜抚寻其人 义以赴时 乃于悦意谋伐其 悦意曰 其 罢国之于夜也 帝大人众 谓意独公也 王必欲伐之 莫如约赵及楚位 于是使月异约赵 别使使者连楚位 且令赵诞旦秦以伐其之力 诸侯害其王之交报 皆争合谋与燕伐其 三十一年 燕王吸起兵 以月异为上将军 秦魏司礼 率师与三晋之师慧之 赵王以向国印受月异 月异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其 其敏王 习国中之众以拒之 战于济西 其师大败 月异还秦韩之师 分魏师以略颂地 不照师以收何间 身帅燕师 长驱逐北 据新曰 其大而燕小 赖诸侯之柱以破其军 以及时攻取其边城以字役 此长久之力也 今过而不攻 以身入为名 无损于其 无异于燕而结深怨 后必毁之 月异曰 其王罚功金能 谋不代下 废处贤粮 信任铲鱼 正令利虐百姓怨队 仅君皆破亡 若因而成之 其民必叛 祸乱内作 则其可徒也 若不遂成之 待彼毁前之妃 改过续下而抚其民 则难律也 遂进君深入 其人果大乱失度 敏王出走 岳亦入林姿 取宝物祭器 疏之于燕 燕王亲至己上孬君 行赏享世 封岳亦为昌国君 遂使留逊其成之位下者 其王出王之位 为君毕恭赦之 称臣而恭聚 其王不遜 为人亲之 其王去奔邹鲁有交涩 邹鲁扶纳 遂走举 除使闹齿将兵旧齐 因为齐相 闹齿玉宇焉分齐地 乃之敏王而鼠之曰 千圣伯昌之间 仿数百里 浴血沾衣 往知之乎 曰 知之 迎伯之间 地彻集权 往知之乎 曰 知之 有人当去而哭者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 去则闻其声 王知之乎 曰 知之 闹齿曰 天浴血沾衣者 天已告也 地彻集权者 地已告也 有人当去而哭者 人已告也 天地人皆告也 而王不知戒焉 何得无诛 遂世王于鼓里 寻子论之曰 国者天下之力士也 得道以持之 则大安也 大荣也 积美之缘也 不得道以持之 则大威也 大雷也 有之不如无之 及其其也 所为匹夫不可得也 其民送献事也 故用国者 义利而望 信利而罢 全谋利而亡 窃国以忽礼 而无以害之 行亦不义 杀亦无罪 而得天下 人者不为也 若然扶持新国 且弱势其故也 知所以为为之者之人 则举义是也 知所以为不臣于国家刑法者 则举义法也 主之所即然 率群臣而首相之者 则举义至也 如是 则下仰上以义矣 事积定也 积定而国定 国定而天下定 故曰 以国记忆 一日而白 汤武是也 事所谓 毅历而望也 得虽未知也 亦虽未记也 然而天下之礼略奏矣 行赏以诺信于天下矣 臣下小然 皆知其可要也 正令已臣 虽督立拜 不期其民 约解已定 虽督立拜 不期其遇 如是 则兵敬成故 敌国谓之 国依其名 于国信之 虽在毕露之国 威动天下 五霸是也 是所谓 信力而罢也 窃国以乎公立 不误张其义 其其信 为立之求 内则不但诈其民 而求小立焉 外则不但诈其玉 而求大立焉 内不修正其所以有 然常遇人之有 如是 则臣下百姓 莫不以诈心 待其上矣 上诈其下 下诈其上 则是上下西也 如是 则敌国轻之 与国遗之 全谋日行 而国不免微薛 其之而亡 其敏薛公事也 故用强其 非以修礼义也 非以本正教也 非以依天下也 绵绵常以解引池外为物 故强 南族以破楚 西族以屈秦 北族以拜焉 中族以举颂 即以焉照起而公治 若朕稿然 而生死国王 为天下大路 后世言恶 则必积焉 事无他故焉 为其不有礼义 而有权谋也 三者 明主之所谨则也 人人之所物白也 善则者治人 不善则者人治之 悦一闻 昼义人王竹贤 令君中还昼义三十礼无入 使人请竹 竹谢不枉 燕人曰 不来 无且图昼义 竹曰 忠臣不是二君 列女不耕二夫 国破君王 无不能存 而又欲截之以兵 无与其不义而生 不若死 遂经其井于树枝 自愤决斗而死 殷师承盛长驱 其承接望风奔溃 越义修整燕军 禁止侵略 求其之义民 显而理之 宽其复连 除其报令 修其旧正 其民喜悦 乃前左君渡郊东东来 前君寻泰山 以东至海 掠狼牙 右君寻河脊 屯阿隽 以连卫师 后君傍北海 以赴千盛 中君聚林姿 而镇其都 四 环公管仲于郊 表贤者之旅 封王主之墓 其人十亿于燕者 二十余君 有爵位于记者 百佑于人 六月之间 下其七十余城 皆为郡县 秦王 魏王 韩王 会于京师 三十二年 秦赵 会于攘 秦拔未安成 兵至大梁而还 其闹耻之乱 闽王子法章 便姓名 为举太史教家庸 太史教女 其法章状茂 已为非常人 连而长妾 亦四之 因与私通 王孙古从闽王 师王之处 其母曰 如朝出而晚来 则无以门而望 如目出而不还 则无以旅而望 如今世王 王走 如不知其处 如上何归言 王孙古 乃入世中呼曰 闹耻乱其国 杀闽王 欲于我诸之者坦诱 世人从者四百人 于公闹耻 杀之 于是其王臣 相语求闽王子 欲立之 法章据其诸己 久之乃敢自言 遂立以为其王 保举成以聚焉 布告国中曰 王已立在举矣 赵王得处 何事弊 秦昭王欲之 请义以十五成 赵王欲物语 为秦强 欲语之 恐见其 以问令相如 对曰 秦已成求毕 而王不许 屈在我已 我与之毕 而秦不与我成 则屈在秦 君之二侧 宁许已赴秦 臣愿奉毕而往 使秦成不入 臣请完毕而归之 赵王欲之 相如至秦 秦王无异常照成 相如乃以诈代秦王 复取弊 遣从者怀之 践行归赵 而以身代命于秦 秦王以为贤而扶诛 礼而归之 赵王以相如 为上大夫 为四君轰 自怀君立 四君好查威隐 献令有发入而习毕者 四君闻之 乃赐之习 令大经 以君为神 又使人过官室 录之以金 既而照官室 问有刻过于乳金 如回浅之 官室大恐 又爱谢姬 众如耳 而恐其因爱众以拥及也 乃贵伯仪 以敌如耳 尊未非 以偶谢姬 曰 以事相参也 寻子论之曰 成侯四君 聚连技术之君也 未及取民也 子禅 取民者也 未及为政也 管仲 为政者也 未及修理也 故修理者旺 为政者强 取民者安 聚连者亡 三十三年 秦伐赵 拔两成 三十四年 秦伐赵 拔十成 秦攘侯 父为丞相 处欲与其寒共伐秦 因欲图周 王室东周武功 为处令隐招子曰 周不可图也 招子曰 乃图周则无知 虽然 何不可图 武功曰 西周之地 绝长补短 不过百里 名为天下公主 列其地不足以肥国 得其重 不足以竞兵 虽然 公之者名为弑君 然而有有欲公之者 见祭气在焉固也 拂虎肉骚 而兵力深 人有公之 若是择中之谜 蒙虎之脾 人之公之也 必万倍矣 列储之地 足以肥国 屈储之名 足以尊王 金子玉诸残天下之共主 居三代之传器 弃难 则兵至矣 于是 处记措 不行 三十五年 秦白起拜赵军 斩首二万 取代光郎城 又使司马错发拢西兵 因属公储前中 拔之 处现汉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 秦白起法处 取燕邓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 愿为好会与河外免持 赵王欲无行 连颇立相如济约 王不行 誓赵若且窃也 赵王遂行 相如从 连颇送至敬 与王绝曰 王行 夺道理惠玉之礼弊 还不过三十日 三十日不还 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 王许之 惠于免持 王与赵王隐 久憨 秦王请赵王谷塞 赵王谷之 令相如赴请秦王积否 秦王不肯 相如曰 五步之内 臣请得以锦穴见大王矣 左右欲认相如 相如张目赤之 左右揭迷 王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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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义积否 八九 秦中不能有家于赵 赵人以圣为之辈 秦不敢动 赵王归国 以令相如为上卿 位在连颇之右 连颇曰 我为赵将 有功成也战之功 令相如速见人 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 无休 不忍为之下 宣言曰 我见相如必辱之 相如闻之 不肯与会 美朝常称病 不欲争列 出而望见 则引车避 其舍人皆以为耻 相如曰 子是连将军 属于秦王 曰 不若 相如曰 服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庭斥之 辱其群臣 相如虎虎虎 虎为连将军灾 故无念至 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徒以吾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 其事不惧生 吾所以为此者 显国家之极 而后思仇也 连颇文志 肉坦复经至门谢罪 遂为文景之交 出 燕人攻安平 临自室院田丹在安平 使其宗人皆以铁龙赴车位 即成馈 人征门而出 皆以位者车败 为燕所勤 独田丹宗人 独田丹宗人 以铁龙得免 遂奔吉莫 适时其地皆属焉 独举吉莫位下 岳翼乃并右军前军 以为举 左军后军 为吉莫 吉莫大夫出战而死 吉莫人曰 安平之战 田丹宗人 以铁龙得权 是多智席兵 因共利 以为将 以聚焉 岳翼为二亿 几年不克 乃令解为 各去成九礼而为累 令约 成中民 出者误惑 困者振之 使及就业 以振新民 三年而犹未下 获禅之于燕昭王约 岳翼智谋过人 伐其 呼吸之间可七十余成 仅不下者 两成耳 匪其力不能拔 所以三年不公者 欲久仗兵威以服其人 难面而望耳 仅其人以服 所以未发者 以其妻子再因故也 且其多美女 又将望其妻子 愿王徒之 昭王于是至酒大会 因言者而让之曰 先王举国以礼贤者 非贪土地以为子孙也 遭所传德伯 不能堪命 国人不顺 其为无道 成孤国之乱 以害先王 寡人统位 痛之入骨 故广延群臣 外招宾客 以求报仇 其有成功者 尚欲与之同共燕国 仅岳君 亲为寡人破旗 以其宗庙 报色仙仇 其国 故岳君所有 匪燕之所得也 岳君若能有其 与燕并为列国 结欢同好 以抗诸侯之难 燕国之福 寡人之愿也 如何感言若此 乃展之 赐岳翼妻以后福 赐己子以公子之福 路车圣马 后竹百亮 前国相奉 而治之岳翼 立岳翼为其王 岳翼惶恐不受 拜书 以死自逝 由是其人服其意 诸侯为其信 莫敢富有谋者 请知 昭王轰 惠王立 惠王自为太子时 常不快于岳翼 田丹文之 乃纵反见于燕 宣言曰 其王已死 常之不拔者二耳 岳翼于燕心王有戏 为诸而不敢归 以伐其为名 时欲联兵 难面望其 其人未富 顾且缓攻吉莫 以待其事 其人所惧 唯恐他将之来 吉莫残矣 燕王故意以岳翼 得其反见 乃使其极待将而照岳翼 岳翼之王不善待之 遂奔照 燕将士 由士分晚不合 田丹令城中人时 必既其先祖于庭 飞鸟皆响舞而下城中 焉人怪之 田丹因宣言曰 当有神师下教我 有一族曰 臣可以为师乎 因凡走 田丹起 隐环 作东相 施士之 祖曰 禅其君 田丹曰 子物言也 隐施之 每出约束 必称神师 乃宣言曰 吾为据燕君之 亦所得其祖 置之前行 吉莫拜矣 燕人闻之 如其言 城中见 响者尽意 皆怒 坚守 唯恐见得 丹佑纵反见 言 无惧燕人 绝无城外种目 可谓寒心 燕君尽觉种目 烧死人 其人从城上望见 皆替气 共欲出战 怒自十倍 田丹之士族之可用 乃身操板差 与士族分工 妻妾编于行武之间 尽散饮食享事 令甲族皆福 使老弱女子成成 前使曰祥于燕 燕君几乎万岁 田丹佑收民金得千亿 令吉莫豪富为燕将 曰 吉祥 愿无鲁略无足家 燕将大喜 许之 燕君易谢 田丹乃收成中 得牛千鱼 为将赃衣 画以五彩龙纹 树冰刃于其角 而灌之树尾于其尾 烧其端 凿成树食穴 夜纵牛 壮世五千随其后 牛尾热 怒而奔燕君 燕君大惊 是牛皆隆吻 所处尽死伤 而城中鼓噪从智 老弱皆积同气为生 生动天地 燕君大害败走 其人杀其结 追往竹北 所过常义皆叛燕 赴为其 田丹兵日益多 常盛 燕日拜王 早至和尚 而其七十余城皆赴燕 乃迎湘王于举 入林姿 访田丹为安平君 齐王以太史教之女为后 生太子见 太史教曰 女不娶眉 因自嫁 匪无种也 巫无事 终身不见君王后 君王后亦不以不见顾 使人子之礼 赵王封悦意于观金 尊宠之 以警动于燕齐 燕慧王乃使人让悦意 且谢之曰 将军过听 以与寡人有戏 遂捐燕归赵 将军自为记则可以 而亦何以报先王 之所以欲将军之意乎 岳亦报书曰 习吾子须睡听于河驴 而吾远寄之影 夫差服侍也 赐之痴疑而服之将 吾王不误先论之可以立功 故臣子须而不悔 子须不早见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服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计 臣之上计也 离悔辱之诽谤 悔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 临不测之罪 以性为例 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问古之君子 焦绝不出恶声 忠臣去国 不结其名 臣虽不宁 朔奉教于君子已 为君王之留义焰 于是焰王复以悦义子贤为昌国君 而悦义往来复通焰 足于赵 号曰望诸君 田丹向其 过滋水 由老人设滋而寒 出水不能行 田丹解其求而易之 相王悟之曰 田丹之诗于人 将已取我国乎 不早途 恐后之遍也 左右固无人 淫下有贯诸者 相王呼而问之曰 如文无言呼 对曰 闻之 王曰 如以为何如 对曰 王不如因以为己善 王嘉丹之善 下令曰 寡人幽民之姬也 丹收而四之 寡人幽民之寒也 丹解求而易之 寡人幽老百姓 而丹易幽 趁赠人之意 丹有是善 而王家之 丹之善 亦王之善也 王曰 善 乃赐丹牛久 后数日 贯诸者 复见王曰 王朝日 遗诏田丹 而依之于庭 口唠之 乃不令求百姓之 乃不令求百姓之饥寒者 收顾之 乃使人听于吕礼 闻大夫之相语于者曰 田丹之爱人 借 乃王之教也 田丹任雕驳于王 王有所姓陈九人 欲伤安平君 相语于予于王曰 乃之法旗之时 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作旗 尽国以定而设计以安宜 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 王曰 左右蜀可 九人之蜀曰 雕伯可 雕伯使楚 楚王受而伤之 数月不凡 九人之蜀相语欲曰 福一人之身而千流万圣者 岂不以拒世也哉 其安平君之与王也 君臣无义而上下无别 且其智欲为不善 内府百姓外怀荣敌 离天下之贤士 其智欲有为 愿王查之 一日 王曰 赵相丹而来 田丹免官 涂显 肉坦而尽 退而请死罪 五日而王曰 子无罪于寡人 子为子之臣礼 无为无之王礼而依依 雕伯从楚来 王赐之酒 酒憨 王曰 赵相丹而来 雕伯必习其首曰 王上者属于周文王 王曰 吾不若也 雕伯曰 然 臣顾之王不若也 下者属于齐桓公 王曰 吾不若也 雕伯曰 然 臣顾之王不若也 人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 齐桓公得管仪武以为重府 今王得安平均而读曰丹 安得此王国之严护 且自天地之辟 民人之始 为人臣之功者 谁有厚于安平均者在 王不能守王之设计 焉人兴师而习齐 王走而至承阳之山中 安平均以坠坠即末三里之城 五里之锅 必足七千人 勤其司马而返千里之旗 安平均之功也 当世之时 舍承阳而自望 天下莫之能指 然而既之于道 归之于义 亦为不可 故站到木阁 而迎王雨后于承阳山中 王乃得凡 子临百姓 今国已定 民已安矣 王乃曰丹 婴儿之计不为此也 王即杀此九子者 以谢安平均 不然国其威矣 乃杀九子而逐其家 亦封安平均 以业役万户 田丹江公敌 王见鲁仲莲 鲁仲莲言 将军功敌不能下也 田丹言 臣已吉莫破王余族 破万圣之焉 复其之须 仅功敌而不下何也 上车伏谢而去 遂功敌 三月不克 其小儿遥远 大官若即修建主仪 公敌不能下 雷枯骨长秋 田丹乃具 问鲁仲莲言 先生为丹不能下敌 请闻其说 鲁仲莲言 将军之在吉莫 作则之溃 利则仗差 为士族畅阅 吾克王矣 宗庙王矣 仅日上矣 归于何党矣 当此之时 将军有死之心 士族无声之气 闻君言 莫不挥气奋闭而欲战 此所以破烟也 当今 将军东有业义之风 西有滋上之鱼 黄金恒带而畅护滋勉之间 有生之乐 无死之心 所以不胜也 田丹语 丹之有心 心生智之矣 明日乃力气寻成 立于史时之所 远辅古之 敌人乃下 初 齐敏王寄灭颂 欲去孟长军 孟长军奔位 为昭王以为相 与诸侯共伐破旗 敏王死 相亡复国 而孟长军中立为诸侯 无所属 相亡心立为孟长军 与之联合 孟长军族 诸子争立 而其位共灭靴 孟长军 孟长军 决四 三十七年 秦大梁造白起伐储 拔影 烧怡灵 出襄王冰散 遂不复战 东北喜都于晨 秦以颖为南郡 封白起为武安军 三十八年 秦武安军定乌前中 出至前中郡 为昭王兽 自安息王历 三十九年 秦武安军乏位 拔两城 楚王收东地兵 得十余万 赴西取江南十五亿 为安息王封其地无忌 为信陵军 四十年 秦相国让侯伐位 韩报冤就位 让侯大破之 斩首四万 报冤走开封 为那八成以和 让侯复伐位 走茫茫入北宅 为人割温以和 四十一年 为复与其合纵 秦让侯伐位 伐四成 斩首四万 卢敏攻轰 子请攻筹力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赵人 赵人为人 罚韩化阳 韩人告急于秦 秦王辅救 韩相国为陈氏约 是即以 愿公虽并 为一宿之行 陈氏 陈氏如琴 见阳侯 阳侯曰 使吉乎故始功来 陈氏曰 为吉也 阳侯怒曰 何也 陈氏曰 比韩吉 则将辩而他从 以魏吉 故复来尔 然后曰 请发兵以 乃与武安军 即克清胡阳旧韩 八日而至 拜魏军于华阳之下 走芒卯 路三将 斩首十三万 武安军又与赵将假眼战 陈其族二万人于和 为断干子 请歌南阳与秦以和 苏代为魏王曰 御习者断干子也 御帝者秦也 金王使御帝者致帝 御帝者致帝 为帝尽以 御帝尽秦 由报心救火 心不尽 火不灭 王曰 事则然也 虽然 事实已行 不可更矣 对曰 福伯之所以贵消者 便则食 不便则止 今何王之用志 不如用消也 魏王不听 足以南阳为和 时修武 韩西王轰 子恒惠王力 韩魏既服于秦 秦王将使武安军 于韩魏法处 魏行 而处使者黄歇智 闻之 为秦常盛一举而灭除也 乃尚书曰 晨闻 物质则凡 东下事也 智质则危 累其事也 仅大国之地 便天下有其二垂 此从生民以来 万圣之地未尝有也 先王三世 不忘接地于齐 以绝纵亲之忧 今王使圣桥守侍于韩 圣桥以齐地入秦 世王不用甲不身卫 而得百里之地 王可谓能矣 王又举甲而攻卫 渡大梁之门 举河内 把烟酸枣虚逃入行 卫之兵云祥而不敢救 王之功亦多矣 王修甲稀重 二年而后复之 又并蒲颜守环 以临人平丘 黄济阳应成 而未是福 王又歌蒲摩之北 筑齐琴之妖 决楚赵之己 天下五合六聚 而不敢救 王之位亦单矣 王若能 宝宫守威 处宫取之心 而肥仁义之地 始无后患 三王不足四 五霸不足六也 王若富人徒之众 掌兵阁之强 成毁味之味 而欲以利臣天下之主 尘恐其有后患也 诗曰 米不有处 显刻有中 译曰 胡涉水如其尾 此言始之意 终之难也 习无知信悦也 从而伐其 既胜其人于爱灵 玄为岳王秦于三江之谱 至世之信 韩魏也 从而伐赵 宫进阳城 胜有日矣 韩魏叛之 傻智薄瑶 于凿台之下 今王度楚之不悔 而望悔楚之强 韩魏也 臣为王律而不取也 福楚国 远也 邻国 敌也 今王信韩魏之善王 此证吾之信悦也 臣恐韩魏悲词除患 而食欲七大国也 何则 王无从事之得于韩魏 而有累事之怨言 福韩魏父子兄弟 接种而死于秦 将时事已 故韩魏之不亡 秦社稷之优也 今王资质与公楚 不亦过户 且公楚 将巫出兵 王将戒路于愁愁之寒卫乎 兵出之日 而王幽其不凡也 王若不戒路于愁愁之寒卫 毕宫随水又攘 此皆广穿大水 山林溪谷 布石之地 是王有回楚之名 而无得地之时也 其王公楚之日 四国必西起兵而应亡 秦楚之兵 够而不离 魏氏将出而攻 刘 芳 于 至 胡陵 荡 萧 巷 故宋必尽 其人难命公楚 四上必举 此皆平原四达高渝之地 如此 则天下之国 莫强于其位矣 臣为王律 莫若善楚 秦楚合而为一 以临寒 寒必联手而朝 王施以东山之贤 待以驱河之力 寒必为官内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万数正 梁氏寒心 许燕灵应成 而上菜少灵不往来也 如此 为一官内侯矣 大王一善楚 而官内两万圣之主驻地于其 其诱然可拱手而取也 王之地 一经两海 邀约天下 是燕照无其楚 其楚无燕照也 然后 微动燕照 直摇其楚 此四国者 不带痛而服矣 王同之 直武安君 而谢寒位 使黄歇归 约亲于楚